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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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三美堂第一次跟不同領域的老師做跨界的合作 而且跨這麼大 那這三樣不同的領域的專業的作品 尤其像純拿揮還有霓虹燈還有這個我們的藍展 那這三樣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跟他結合過 那所以當初星光三月跟我們提可以來試著做結合的時候 小安一口就答應了 因為他一直很想把三倍堂的作品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所以我們當初跟黃順樂老師還有雕刻師 所以一直在反覆討論這個電線要從哪個地方接出來 那這個燈管進去之後又會影響到原本雕刻偶頭的內部構造 所以全部通通都做了變動 純拿揮是用這個鐵線還有後紙板 然後很細很細的繡線這樣慢慢纏慢慢纏慢慢纏 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才能夠纏好久纏出一朵非常細緻的滑 那時候我就覺得天啊那這個文化我們怎麼可以讓他失傳 尤其這是非常正統台灣的東西 而且真的好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去參觀這個正美淑老師 正美淑老師他們的左眼藍染工廠的時候發現 他們完全都不用定設計 完全就是天然染 而且一塊布呢他可能就反覆染染又洗又染 染了五十幾次染到每根纖維全部通通都是這個顏色 他才可以拿出來當作成品 三妹淑如果沒有2013年星光三月幫三妹淑做全國的巡迴展 今天三妹淑不會變成一個國際之米策 不帶細團未來 那所以我覺得星光三月這幾年以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完全沒有要我們做任何回饋的情況下 然後協助三妹淑成長到今天這麼壯大的團隊 我們就應該把這個力量再回饋在台灣文化 再協助星光三月去幫助更多文化可以發揚光大 我們三妹淑有很多成員來自不同領域 那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那我們平常就是分胎再分工 那我們很少有一個場合可以把八個人全部集合在一起 那只有星光三月有這個力量 把我們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經過星光三月這樣子一整合 那我們有更多跨界的合作 可以帶動台灣更多會要消失的文化重新再起飛 我覺得這是星光三月目前 在這個什麼事情都要講盈利的社會做的最具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一起